为了增加社区长者参与各项活动 南投县善服关怀协会特别结合南开科技大学长照系师生 利用平日实习课程以及寒暑假期间 前往社区引领长辈们进行律动以及游戏活动 除了将平日所学应用在活动中带给长者欢乐 同时在未来职场就业上也多一份选择 在优扬的音乐声中 由南开科大长照系同学带领社区长辈一同跳健身操 整体协调的律动中呈现整齐划衣俐落的动作 达到筋骨舒缓以及娱乐的效果 南投县善服关怀协会特别结合南开科技大学长照系师生 利用平日实习课程以及寒暑假期间 前往社区引领长辈们进行律动以及游戏活动 增加活动多样性带给长辈更多的娱乐 我们散服关怀协会我们是这一年在111年的时候 也是做十个时段的部分 那在这十个时段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有在下午的时候配合南开科技大学的学生 做实习生的交换的部分 让他们来陪老人家做个活动 然后教长辈的部分是让他们活络筋骨 跟脑袋的运作这样子 我们还是要年轻带长者这样 所以我们是以实习的部分 然后是不着手外聘或内聘的价格 然后直接这样子做他们的课程部分 南开科大长照系的同学 曼丽认真带领社区长辈进行活动 除了将平日所学应用在活动中带给长辈欢乐 同时也在未来职场就业上很有帮助 这个活动主要是针对我们南开长照系的实习生 结合这次的实习 然后到散府学会和光环据点 进行带老人家活动光环 固定就是他们实习的时候 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带学生去进行实习 然后我们就是结合长照机构 结合长照机构进行做实习的交换 也会到光环据点就进行实习 除了教学上的以外 当然他们实际体验在真正如何带长辈活动上面 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以后在未来职场就业的时候 也是可以从事相关的工作 对学生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 家有一老 卢有一宝 台湾即将迈入老龄化社会 长辈们平时的光环与照护 是值得重视与对待 善服关怀协会结合学校资源 注入社区为长者提供服务与关怀 用心值得肯定与加冕 记者蔡世奇 南投市采访报道